綠能科技創新產業政策 歡迎蔡主席 未來新經濟發展的模式 將是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 GDP的成長不應該被當成唯一的目標 因為一個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 必須要兼顧就業、薪資、所得分配和區域平衡 所以當政府領航產業的時候 必須要滿足這個多元的目標 才能使經濟的成果可以讓全民共同分享 今天在我們講能源的問題之前 我要先進一步說明 我們要以創新為驅動經濟發展核心的發展計畫 但是在談計畫之前 我要先請大家思考一件事 那就是說 以創新作為經濟成長驅動的力量 其實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 馬政府執政的七年多以來 也常把創新掛在嘴邊 提出各式各樣的方案和計畫 但是台灣經濟成長 並沒有轉換到以創新驅動的模式 企業的創新能量和成果 都落後在我們競爭對手之後 以至於我們出口競爭力大幅衰退 經濟限於一種停血式的成長 我們危機日勝一日 問題出在哪裡 我認為有幾個關鍵的原因 第一 是產業的鍛鍊 政府沒有掌握契機 推動產業創新或發展具前瞻性的產業 以至於產業升級遲緩 甚至產生鍛鍊的現象 第二 是國際的鍛鍊 產業創新必須和全球技術領先的國家 加強接軌 但是這幾年來 台灣只重視市場的拓展和成本的降低 以至於我們和產業技術先進國家的連結度 越來越不足 所以我們創新的能量是越來越不足 第三 是法規制度的鍛鍊 產業創新必須有現代化的法規制度 予以充分的支持 但是台灣在法規制度上 並沒有與時俱進 導致於技術人才大量的流失 資金投入不足 以及企業創新研發的意願和能力的削弱 今天 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很多產業聚落 都面臨人才欠缺 投資意願不足 競爭力衰退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及時支持並注入活水 很多產業將陷入崩解危機 民進黨非常了解當前國內產業的困境 未來我們將從產業發展策略規劃 協助跨國投資合作 先進技術取得 全面更新符合十一的法規制度 以及教育科研體系的檢討改進 這些我們都要全面來做 我們希望能夠為台灣打造全新的研發創新能量 從新聚集跨國的人才資金技術 以及創新創業的機會 逐漸發展才會成為亞太創新研發的中心 在產業發展的策略方面 未來我們將在三個連結 也就是連結未來 連結全球 連結在地的基礎上 推動涵蓋綠能科技 物聯網 生技 機密機械 國防產業等策略性產業 藉由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我們要激發產業創新風氣和能量 進而帶動產業的全面轉型和升級 連結未來就是掌握下一個世代的產業發展趨勢 依據台灣客觀的條件和比較的優勢 規劃推動前瞻性的創新研發中心計畫 我們先行規劃的這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未來將會在核四的地點打造研發基地 作為驅動台灣邁向創新經濟的核心力量 連結全球 就是依據所規劃出來的策略性產業的特性 篩選出包括美國 德國 瑞士 日本等先進的技術國家 作為台灣連結的主要對象 在技術上將和這些區域的相關機構和企業 啟動合作和試驗的計畫 在人才上將啟動更積極的 常設性的人才交流和延覽機制 在資金上 我們將會和這些區域的企業進行相互投資 並與創投和私募基金合作 在市場上我們會透過合作的企業和台商在全球的據點 建構供應全球市場的網路 至於連結在地 也就是串聯各個創新研發基地 促進跨領域的創新 以及跨區域的整合 同時台灣內部的在地需求 可以作為產業的掀起市場和試驗基地 再進一步推廣到國際市場的應用 我們將透過這三個連結的策略 讓台灣成為一個不斷鏈的創新島嶼 驅動台灣下一個世代的產業成長的動物 這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近期內都會一一向大家報告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吳振中教授 已經先提出了 我們綠能科技創新產業的一個報告 在他的報告裡面 他也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扶植台灣的綠能產業跟科技 大家都知道 台灣社會已經邁向 對於邁向非核家園這件事 已經有了高度的共識 這表示未來 另外我們的能源結構必須有所調整 而這個調整其實是一件好事 它有利於讓台灣擺脫核災的風險 有利於紓反核廢料無處存放的壓力 它更有利於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落實非核家園 當然是發展綠能產業很重要的原因 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綠能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也是未來巨大的商機 而台灣擁有發展各種綠能的絕佳條件 如果我們能夠整合資源 集中力量推動綠能發展 將非常有機會成為 亞太綠能創新研發中心及試驗的場域 同時也是具有高商業價值的未來產業 過去十年 剛才吳振中教授也說 不論是美國 歐盟 日本 韓國 中國 大家都爭相投資綠色經濟 投資額高達百兆台幣 而台灣有良好的綠能產業條件和基礎 這是面對新世紀產業的機會 如果我們不去積極佈局 那就太可惜了 而且台灣能源的自給率很低 不到3% 幾乎都是向國外採購 一年的能源支出將近兩兆元 所以政府投資再生能源的發展 不但可以提升能源自主 還可以節省對外採購能源支出 可惜的是 過去八年 政府投入將近一千億到綠色能源產業 但是因為產業跟研究機構連接效果不好 剛才吳振中教授也講過 而且綠能投資布局過於分散 加上重視零件忽視系統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政府不願意擺脫對核能的依賴 缺乏推動綠能的決心 這些因素導致於綠能產業在台灣 沒有足夠的內需應用機會 至今才佔4%而已 同時 當綠能與產業脫鉤的情況下 綠能就只能是資本支出與消費 而沒有產業上的回報與獲益 那麼 不僅政府預算沒有辦法支撐 民間的力量也不敢貿然投資 其實台灣的環境很適合綠能產業的發展 台灣的太陽能光電產業 有國際級研發和製造能量 其他相關產業 例如資通訊 材料和機械產業 原本都是台灣的強項 要人有人 要技術有技術 在自然環境上 台灣海峽是發展離岸風能 全球數一數二的風場 南台灣全年充足日照 而且夏天用電負載最高的時候 也是太陽能發電效率最好的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發電 好好的開發 一定能夠減反夏天限電危機 此外 地熱 生殖能 海洋能 也都有可能已發展的潛力 台灣的綠能發展 天時地利整合 都有 真正欠缺的 就是一個有決心 有執行力的政府 如果民間養執政 我們會立即接受 分三個步驟 來全力發展綠能的產業 第一 我們會把散落各地的ICT 材料 機械產業 跟法人學校的研究資源連結起來 如果國內還沒有成熟的技術 就引進國外的廠商 透過技術移轉或資源共享 讓一個多元創新 而且有實戰能力的 綠色能源產業的生態系 可以成形 所以在台南的沙輪 我們會成立創新綠能科技園區 作為這個生態系的樞紐 也就是HUB 把各地的研發製造和人才資金連結起來 再從這個HUB 分享出去 提供強力的後援 支持台灣海峽的離岸風能 南台灣的太陽能 宜蘭的地熱或太平洋的海洋能等 綠能事業的發展 當然也包括節能跟雛能科技的研發 第二步 我們會以國內的需求來扶持產業 逐步提升綠能的比重 來帶動相關產業的投資 預計會帶動上造的投資金額 台灣對綠色能源發展的基礎 透過內需市場 將綠能產業發展起來之後 我們就走向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走向出口 進軍國際市場 讓綠能成為下一個民心產業 所以除了一個零件代工之外 系統整合的能力我們必須提升 例如我們除了生產太陽能板 也能夠提供整場規劃 整場輸出的服務 才能在國際產業鏈上 取得比較好的在內地位 另外綠能產業的發展 所產生的關聯效益 還不僅於此 例如離岸風能的發展 我們也將一併建構海事工程能力 開發更多的海洋資源跟產業效益 這三個步驟可以先後並行 民進黨有一信心 也要帶大家走向綠能產業的新時代 綠能產業的發展內容 包括節能 創能 儲能 系統整合這四個領域 都蘊含著很大的商機 只要政府決心領航發展 也絕對會有很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第一 在節能方面 我們支持設備商 資通訊產業 能源服務業的結合 配合智慧城市的建設 以及政府的節能目標來發展 將來節能產業絕對是一個新興的產業亮點 第二 在創能的部分 我們會全力投入太陽能跟離岸風電 加上地熱 海洋能跟生殖能的前端開發 引進先進的技術 扶持台灣廠商走向國際 第三 是很重要的 除能 無論是在離電池 燃料電池 或者是氫能 我們希望協助本土的廠商 讓他們的技術商業化 我們也會規劃更細緻的時間電價 創造離岸風之間的儲能需求 讓整個能源運用更有效率 第四 關於系統的整合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我們除了要培植台灣廠商整場規劃的能力 更要把握接軌物聯網發展的契機 讓台灣的綠能產業不只是代工 可以是系統品牌走進世界 我們之所以將綠能產業列為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的第一項 除了是為了要降低對能源進口的依賴 也是為了降低環境的風險 保障後代子孫的環境權 但是更重要的還是為了經濟發展和糾炎的需求 我們要提供一個舞台 讓新能源循環經濟相關的產業有成長的機會 我們更要建立一個多元而且分散的能源供給系統 確保能源供給的安全穩定 打造一個不缺電的產業環境 我要再一次強調 我們發展產業的決心 要在既有的產業結構上鎖定新的目標 找出一個拉力把產業往上拉 提供更多更高品質的就業機會 只有整體產業創造力與生產力的提升 才能讓台灣的經濟體質脫胎換骨 讓勞工的薪資所得提升 讓年輕人有好的就業選擇 年輕人有好的就業選擇 我們就會不斷努力讓產業的發展得到未來 以上是我們對於台灣創新產業的基本構想 跟我們在第一個綠能計畫提出的一個說明 等一下我想各位或許會有些意見 我們再來一一的給大家來解答 謝謝